这个片子播出来肯定会有很多人骂你的 骂我 我也没有微博啊 在上哪儿骂的 我觉得你有可能会被骂成塞子 那 骂我我可以接受 但不要骚扰 不要骚扰我的身边人可以吗 这个可以吧 2020年3月初 我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香格里拉酒店 偶遇了一位叫林栋的年轻人 他30岁 来自广东湛江野心勃勃 新冠疫情之初国内口罩告急 从事医疗用品行业的林栋 认为自己熟悉产业链 受朋友们和客户的委托远赴海外 寻找口罩和融合布 他说他要求你 把1200万美金 冻在他的账户 一定要1200万美金 既然我们有这个诚意 一起来做这个生意 你必须要给我空间 给我赚钱的机会 给我令和程度 本片拍摄于2020年3月5号到3月18号期间 彼时 中国疫情刚爬过拐点 全球疫情处于爆发的前夜 口罩和融合布的供应链上 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投机者和环游 我们应该算是整个欧洲里面最大的一个中国买家 我们之前最大的一定当然一亿美金 很多他的这个口罩的库存 他就是黑市 就他并不像一开始 大家所想象当中说 口罩还在工厂里面 在一个疫情的一个特别时期里面 口罩已经成为了超过军火 超过毒品的利润 感应超级 百分之一百百分之三百的一个利润 动荡的市场和每天骤变的疫情数字 让这门生意变得惊心动魄 往有一场战影 口罩已经快沾点物资 伊斯坦布尔的人都知道林东的名字 有很多人一直盯着我们 保镖和跟着物资 必须得跟着牢 看起来很危险的样子 有点像自毒翻 自毒现场 今天开始 土耳其原材料就限制出口 我找了8000吨原材料 这里面就会有一个 更大的一个机会的出现 非常的急功近利 这个显然是不能 没有达到我们的接受标准 他意思完全就说 他为了出口方便 造假 开局一张嘴 剩下全靠骗 都骗死我了 当不担心说 别人会想你再 发这个活乱财 不担心 我没有这个道德的这个资格 对啊 我认真的就想问一下 你做这些生意的价值观是什么 OK 对我会赚钱 我也一定需要赚钱 你现在到底赚了多少钱 我赚钱 你有没有低买高卖 那你有没有囤积剧情 这不是一个很重要的 你觉得你的这个生意 是合规的吗 为什么你会觉得 这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 为什么你会觉得 这是一个人生的事情 为什么你会觉得 这只能做捐赠呢 这只能做捐赠呢 第一次来土耳其 我第一次来土耳其 我第一次来土耳其 这是第二次在这里是吧 对 第一次来土耳其 你就带着这么几杆枪 就到这个舆论混杂的 对我还带着美金 哈哈 有点像自读饭 有遇到过片子吗 很多 也是可以 坐在我右手边的是 Wake Wake 是我的一个粉丝 然后前几天我在这个 香格里拉吃饭的时候 遇到了他 然后他告诉我 他在做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在土耳其买口罩 然后以及买其他的 医疗的这些材料 医疗的一些物资 嗯 然后在右边做的是 灵动 对 灵种 灵种 你是干嘛的 我是做医疗的 做医疗的 做医疗 对医疗的物资 不要熟悉吧 这位吗 这位是我的保镖 保镖 为什么要带保镖 交易可能为了确保我们的交易安全 为了确保我们的原生安全 确保了我们的 你这个采购的是口罩 不是采购军火 现在差不多是一个级别的物资了 其实现在我们应该算是整个欧洲里面最大的一个中国买家了 所以大概会有多大 你说这个比较大 之前最大的一笔就是有一个订单一亿美金吧 订单一亿美金 那你不担心说这个露脸之后都要被人绑架吗 所以我们需要保镖 对吧 所以我们需要保镖 所以我们找了最好的安保 你带保镖是怕抢你的口罩还是抢你的钱 因为整体的交易数额都比较大 认识灵动之后 我注意到每天都有人来找他们谈设 形形色色络绎不绝 据魏克说 他们入住的这二十多天 几乎天天如此 我完全不知道这是谁 你怎么说我这有口罩你要买 你真的要买 你真的要买 我今天要买的 我们明天晚上 会比较更适合 灵动他们和其中一位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这个人的身份是军火商 不久之前做的还是军火买卖 我们卖他们 我们卖他们 所以我们卖他们 我们卖他们 就卖他们 好 你买了衣服吗 对 这是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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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把一个口罩放在边上 另外一半是口罩 好 马斯克业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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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 阿棍介绍给我认识的 阿棍介绍 对 然后他是土耳其的一个合法持牌的一个军火商 他经常跟中东地区 包括欧洲地区 包括非洲地区的一些政府做生意 所以他的很多交易手段和方法就比较 就比较有策略吧 就非常有策略 对 就非常有赞兴 这样的话 我每一次交易 我怎么交易 我就直接委托他们来帮我做这个交易就好了 我只是去看 确实没有问题 我就把这个采购的这个交易的委托权 我就交给他 OK 那就由他来去帮我打交道 这样的话就避免 因为我是个中国人 而且我本身语言又不通 即便我们助理 就只能英文交易 但很多土耳其商人他 他英文又不行 对 所以最好就是有本地人 跟他们去做交易 这样呢 确保他不会耍我 嗯 到了吗 这是 这应该 到了 认识林洞的第二天 我跟着他们 来到军火山介绍的一个采关仓库看货 这个样子 那种 对的 这好像不太对 疫情爆发之后 口罩原料暴涨 制作口罩的原材料容喷不稀缺 品质开始良有不齐 他们必须借助军火山这样的人协助 收集原料并需要现场确认 来保证质量 来保证质量 或者让他运到我们的仓库去 嗯 那目前的货子来算的话大概几百万 对 就是你得不断地去买很多那个市场上联系中间商的散货 让别人意识到你是一个真实的买家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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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你的这个口罩市场像一个巨大的黑市 它确实也是黑市啊 就是黑市吗 它很多它的这个口罩的库存 它就是黑市啊 就它并不像一开始大家所想象当中说 哎口罩还在工厂里面 我们去跟工厂买就好了 其实口罩已经从工厂的这个链条里面 就是很多的黄牛是吗 已经已经流转给很多的这个中间商 就所谓的黄牛 也有比方说也有一些这个这个做捐火的人 在一个疫情的一个特别时期里面 口罩已经超过捐火超过毒品的利润 百分之一百百分之三百的一个利润 你要这么讲的话 那你的利润也这么高呢 你为什么要贵钱 如果我幸运的话 我的利润会这么高 但是如果我没有把这件事情操作好的话 我就会亏啊 林栋告诉我 疫情突发后 因为有八年医疗用品行业的经验 而且熟悉海外渠道 他第一时间就在海外采购了一千五百万个口罩 交付给了国内 这次的成功带来了信任 让他随后在很短的时间里 拿到了一批国内医院 基金会等机构的订单 进行海外采卖 为什么会选择土耳其 土耳其我觉得是一个汇集欧洲和亚洲地区的一个汇集点 就是情报的一个汇集点 从贸易的运输角度来看的话 它也是比较方便的 我们在土耳其 一开始其实是有一个委托团队的 但它不是医疗背景的这样一个团队 所以我们委托他来做的时候 他很容易飞单 就我这个背后是连着一串的交付的信用 所以每个人都希望更快的去交付 当然你有没有想过 就是你做的这个事情的话 会给人的印象 就是中国人在国际上在操口罩 没有 我认为 我没有在操口罩 第一 你觉得你的信用已经没了吗 对啊 毫无疑问的 我完全没有办法对这个什么鼻梁啊 这些地方禁止防护 它是贫的 没有办法去交付的 最坏的局面会是怎么样 不知道 可能会坐牢 记得退我钱 就这个交易飞了 你不具备交付能力的时候 那你不就炸 它现在就是个八七八糟的一个局面 对吧 你能抢到 你能获取到 你已经是了不得了 好 我收到我第一时间 我发给你了 对 就是你给我一个进口的风 每天每个人 他就跟搞情报局一样 对吧 一起床 给我发文件 给我发自资 给我发资料 给我发视频 给我发照片 对不对 简单一点 我觉得就是 你给他最后一个期限 比方说 北京时间 明天中午12点钟之前 我别给你交付什么150吨 对吧 我就给你交付个15吨 20吨 一点一点搞 好吧 OK 我在土耳其论市的中国商人林洞 带着一批国内机构的订单 近一个月来 一直在这里采买口罩和相关的制作原料 我看你今天一整天都是非常的焦虑 电话打个不停 而且打电话的基本上都是跟你讲中文的 都是国内的客户 他们的焦虑什么 他们也很焦虑 焦虑交付 对 交付 交付有什么问题 首先不能够大规模的交付 这是很核心的问题 其实包括中国 国那个 我们国内的产能也是不能够大规模交付的 比方说我买一千万个 你可以一口气给我交出一千万个吗 一千万个大概需要两个飞机 你可以一口气给我运两个飞机回来吗 不可以 你做不到 谁都做不到 大家都觉得我 一千万个口罩 我给你付了三千万 那你他干净的 明天就把它交给我吧 我 这怎么干 我就没法干 对 就所有人都在焦虑 所以我焦虑的点就在 这个就 不被理解 所以我们现在去看的是口罩厂 是谁的口罩厂 是我们星期六晚上见的一家 然后老板家Eurgeon 他是两个月之前 1月25号正式开始做口罩的 他本身是做一些商业制服 1月25号开始做 那他就等于说其实秀学是很敏锐的 对 这个老板非常聪明 到了吧 在这 到了 有点像自读饭 自读现场 然后他们需要穿鞋套 所以他们的5G个比较好 好的 他有两种 一种是标准绒坑布 但他这一款是SMS的那种 所以他说他一天就做600万个 就是1000万个 现在基本上百分百的这个老百姓都希望带到一次性的医用外科口罩 但可能在国外很多普通的老百姓他可能他用这个不够了 因为他是防飞沫 防飞沫 对他主要是防飞沫 其实这个就够了 普通的防护就够了 那你准备要买吗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并不是我们主要的这个采购的方向 这个就是普通防护口罩 他的验证场面里面这个应该算是他土耳其本土的这个验证 他不是一个欧盟认证 应该不是一个欧盟认证 他应该是属于一个本土验证 这个盒子怎么印怎么说都是他说了算 对吧 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 那我们往国内买的不是这个吧 不是这个 我们主要还是核心还是围绕的 就是三层中间带融吞布的这个环节 而且一定质量是比较好的 你没有没有护口罩 我看到你 你先给了护口罩 3或4个银行 对 这就是 这就是 他们用了一些洗衣服 对 好 所以以前这个货不对是吗 这个货呢 是我们给他们讲的需求之后 他们帮忙找来的 但是跟标准意义上的融吞布呢 是有差距的 因为这个应该不是百分之百的PP 但是如果你要做融吞布 直接用在口罩里 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非常 对人体是直接有影响的吗 有剪刀吗 就国内认为这 这就是一个两层口罩 但其实这个在在这边的话 其实是正常的这个叫专业叫法 专业名称叫一次性医用防护口罩 本质上来讲是达到这个医用标准的 但是现在我们交付了一批这种两层的 大家就不承认 就不承认说 不承认这个是医用的 就认为它只是两层的 因为它没有中间的融吞布 OK 所以大家都都死进去找中间的那一个融吞布 嗯 你能够按此交付吗 不能够 但是我尽了我全力以赴的能力去做这个交付 然后我按照我认为可以掌控的一个是时间范围之内 去承诺了一个交付 嗯 那你承诺的最后都都办到了吗 有一些办到了 有一些没有办到 嗯 没有办到的比例上多少 不多 比方说市场吧 但是市场就很高了 嗯 但是这没办法 这没办法 那你能怎么办 在酒店里面完成 这个县人的话跟你 他跟你介绍过多少次交易 好多次 应该 就比较可靠的那种吗 比较可靠 非常可靠 嗯 就不需要 他是唯一一个 就不需要我先给他钱 他先把货给我 然后我再给他钱 然后在酒店给他钱 然后在酒店给他钱 钱很多 啊 这是你喝的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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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的满地上都是 这是你喝的酒吗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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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说中文吗 他是哈萨克斯特 哈萨克斯特 你会说中文 会说中文 厉害厉害 厉害 我是他的朋友 没有 他说在所有的这个 线里面是最靠谱的 帮你帮他介绍了好多笔 什么意思吗 对啊 不是好多 就一两个嘛 一两个 但是一两个算是非常靠谱的嘛 嗯 这就是你那个 我看你感觉怎么样 就是像这个口罩的这个 对啊 真的是这个 你以前是做这个 他们这上面都特别厉害 嗯 都有那个PP 所以现在像这些 这些原材料 其实现在就是 呃其实很混乱 是吗 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吗 不是有啊 有啊 他这个标准就是大家都知道 最好的是这个 都只认这个嘛 最好的是这个 最好的是这个 龙喷布是这个 龙喷布 就大家都只认这个 其他的大家都不承认 中间有这个东西就行了 嗯 说白了就这个简单 嗯 你两边都无所谓了 就但是这个的料 还有这个东西 生产的是 就是过滤的这个部分 对一用的就行了 嗯 主要这个材料就是一用的就行了 没别的事 这个东西都和 一太极其只能生产才 200多公斤吧应该 200多公斤 这边最大的工产一天 不是最大的 那天我们去了工厂 它生产量 一天的生产量才2吨多 24个小时 嗯 产量少主要是 这个东西现在是 这个货不在工厂手里面 现在嗯 工厂以为很多小的老板 已经全不被签了合同了 嗯 没有货 工厂也骗人怎么办 他说工厂 比如说上次我们去了工厂 嗯 跟我们签了合同 他说跟我签合同 签一个月的合同 嗯 我们去了 去完以后他说 你要给我先交45万美金 交45万美金 对 我要把他45万美金 当时给他汇过去 对不对 一个月以后什么行情 谁都不知道 嗯 那是一个的 他一个小工厂一个月的货量 嗯 然后当时他们互相 讲医院的时候 我们的人被录下来了 嗯 录下来回家回来一听 嗯 互相说的 那个弟弟跟哥哥说的 哎你已经接了4个人的钱了 已经 这是第5个人 嗯 到底我们到时候怎么供货 他就说 我们去见过货 但是我们现在中国就没有 那你认为他是个口罩吗 他不是个口罩 他不是个口罩 口罩 他是一个战备物资 这会不会好像爽难听的 你们都是老江湖 为什么还会这样 中国大家还是非常有契约性的 来到海外做生意做贸易 我们就像一个幼儿园 我们就像一个幼儿园 就像是一个社会青年 市场上很多骗子 然后你也知道他是骗子 为什么会被骗 是因为 首先我们需要 我们真的太迫切 最后你不管他是真的假的 你总要去相信他 那我们一会儿的话 要追回货款 对对对就是卖家那边 他们没有完成交付 所以我们要去把货款追回来 多少钱打开 这一笔是30万美金 30万美金 对 你是刚才已经商量好了 他会给你退款是吗 我们这个团队里面有一位 是专门负责换我们催收的 这是标准数字 或是 好 好 去网上再确认一下地址吧 林栋是我在土耳其认识的中国商人 疫情期间 他带着一批国内机构的订单 在土耳其采买口罩和相关的原料 今天我随他去追讨一笔被骗的货款 两周之前 林栋从这个商人的手上订购了一批口罩 支付了120万美元的货款 对方收了钱 却此时没有交货 讨要多次也没有结果 林栋只好找当地的一个军火山协助 再次上门 家族企业 这位是哥哥 这位是弟弟 之前我们跟他们开始打交道之后 弟弟就一直在给我们 特别说他心里是到了 而且其实一招都不回 所以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我们不能接受说 你给我承诺的是很好质量的口罩 但是你交付给我们的心里自己 DIY的口罩 我给你拿一个封锁 来自来看 这个是他们弟弟提供过来的方案 非常的急功近利 这个质量也是不行的 对就是他们 这日本不是有那种3D口罩吗 就是一次性压制而成的 然后他就是看到那个 他觉得产生了灵感 然后有一天 非常地高兴地过来跟我们说 他们发明了这样的口罩 这个显然是不能 没有达到我们的接受高准的 对 然后我们每一次来就 就是想要表达我们 我们去招招一晚 我们就会破款 然后他弟弟就会出现 跟我们说这些口罩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感觉 他们的态度也是一样的 会跟我们推敲这个 但这个是肯定我们不能接受 没有办法去招呼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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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他üne顺了 在那些人 他先不法 在那些人 我是自己你 我可以 我遇到我要 他在你 我以為卻 我自由 在你 我可能 我會 我答應 我要 我應該 我可以 我 我不 那你 白 你 我 你要拿到我的 κα 我只如做一半 一半 一半 五一半 你不想要做的 可不可以 你吃了 好 稳定下午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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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 昨天天天说明昭 但是今天明昭 昨天明昭 稍后 抱歉,抱歉 明天晚上五十五 抱歉,抱歉 抱歉,抱歉 今天他只能赴30,000 30,000 他今天只能赴30,000美金 然後剩下27,000美金 明天下午5點 我告訴你 我們覺得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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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都沒有錢 我們覺得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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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這個 是 所以說我們怎麼說 我們知不知道 你看自己這個 所以說得到的 沒力 沒力 太好了 他們知自己的反應 是的 對 對 你必須提出 是的 这会是你的选择 这会是您的选择 4点31分来这边 如果还不出款 为什么是4点31分 因为他本来说5点 但5点中政府部门就下班 然后公证处这些也都下班 那么我们必须要在他们营业时段之内 采取这个措施 那不是4点半 为什么4点31有零有准 就是说好我们4点半 你给我还钱 还不出4点31分 我们准时出发 就去公证处 去公证处 然后把他的这些家产 反正就是可以拿来作为资产评估的部分 然后我们根据这剩下的27万美金的货款 那是要起诉他们吗 先公证吧 先公证公证了之后 我们采取一些法律手段来聚会这一笔 太惨了 这个创业则创的 广返了160公里 就见到了一群 能说他们是一群骗子吗 这两个就是一群男生 画脚头卖狗 这这批货他们有买到中国吗 应该是用的 整个市场的人都知道香格里拉酒店 有两个中国人 就是财大气粗比较好听 我们的县人跟我们说 现在所有的伊斯坦普尔的人 都知道林东的名字 他没有你看 为什么 这是我的邀请 要烧这个 烧这个 烧这个 烧什么 我卖泡 你看 这不是不燃吗 它有一些烧不着的 烧不着是代表好还是不好 这个是代表 这个是真的 真的烧不着什么 你看 他在画 这是一个真操 你看 这是在画 它是个塑料 林东是我在土沃奇认识的中国商人 疫情期间呢 一直在伊斯坦部 采买口罩和相关的原材料 一吨的那个熔喷布 大概是可以生产一百万个 一用口罩 现在是说国内这个熔喷布的 价格涨了十几倍是吗 对 涨了 你想原来的熔喷布 大概是两万块钱人民币以内 现在大概是 最高价应该是四十万吧 四十万 对 所以二十倍 龙喷布呢 是制作口罩的核心原料 那么在暴涨的价格驱动之下 每天都有形形色色的人 拿着所谓的样品 来到香格里拉酒店的大堂 来找林东 谈生意 那么林东就需要在里面去仔细地去甄别 来防止被骗 我们来的这三个礼拜之间 我们真的见到了太多的中间商 然后他们其实很多就是 就开着一张嘴剩下全靠片 然后他们其实浪费了我们很多的时间 因为我们在一个很特殊的时期里面 我们特别需要这个东西 你烙不开他们是吗 我对我要不开他们 对比方说他这些东西就是被囤在他们的手上 那你就是想要去买到这些东西 所以就是我的理解中就是一个是资产 第二个就是中间市场 这个中间市场很有可能就是鱼龙混质的黑市 对 他也未必是黑手党 他也可能他就是一个个人 他可能他就是个人 他是干的这个旅游的 或者干的这个地产的 对吧 但他意识到这是一个很赚钱的事情 他把这批货买了 那就在他的手上 他也没有什么发票 没有什么这些东西 那我们也会去验 我们也会去买 喂 除了口罩 寻找合格的龙蓬布会员 是这个团队最重要的工作 疫情之前呢 这本来是非常普通的成果 好的 但是现在呢 交易方式完全改变了 我们为什么会到一个医院 对 对方跟他约上这个医院 我跟他讲一下 我们为什么会来医院 啊 我们为什么会来医院 干什么 那个他们买货的 他们有点害怕吗 有个卖家呢 支撑手里有大量的龙蓬布 就通过灵动在当地的县人 来约他们看货 但是等到团队真正到了见面的地点 对方又临时改变了地点 你知道吗 这场交易搞得特别的神秘 那一会儿我们去见保镖和跟着吗 对保镖那必须得跟着 这个交易看起来很危险的样子 这人长啥样 看起来有一点凶 街头人跟我说他们推掉了 基本上其他所有的要过去见的人 本来是 这里有很多要处的地方 是 对 这些小的地方 是 区域 这些地方 我们去到那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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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这些小厚的地方 有什么的地方 这些地方是一个大座的大座 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不是什么我们想的 不,这些地方是训练的地方 我们一起去 好,我们在这里面 然后你会向我们那边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地方 对 这只是一个集合点 然后什么都看不到 我们现在跟着他们的车 然后住在那边 一大仓库 这边有100吨的仓库 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小心 我也不知道 这个是见到过最谨慎的一场交易了 所以他们对有这么多人跟着去看货 对 感到很敏感 是的 这些地方都是 这都是无法复吧 这是有线 这不是儿子 不公安的 这是不公安的 不公安的不公安的 我们是不公安的 你知道吗 最好 所有地方都像这样 就这样 等一分钟 这个是融喷布吗 这不就是普通的无纺布吗 再让他拿一个他确认的材料 然后看一下吧 他跟我调调说 如果你们找的是很高质量的无纺 融喷布我们没有 我们托尔斯在融喷布都这样 但是这肯定不是 我们看到过很多高质量的融喷布 在这边是有的 这个就不是融喷布 这个如果是这个的话 这就是普通的无纺布 他跟我的说法是说他只有这种 但是我跟他说你拿个正儿八经的样品 你拿过来我们看 他写的是BF199 对 你问的是融喷布 他写的是融喷布啊 融喷布 然后而且是BF199 为什么是这个 你问问他 你写在这个设计 那你应该是融喷布 但是这就是融喷布 这不是融喷布 他意思完全就是说他为了出口方便 造假 就这意思 好 长得这么直白吗 对就直接说的 他没说造假 他只是说为了出口做的一个检测报告 但实际上不是这个质量 明白了 那也还挺坦诚的 所以就是他给我们看的这个东西 实际上就是给我们看的时候 他就说是这个东西 所以他一直不让我们过来不就这个原因吗 反正造假就这么一个检测报告 就跟实际的货是不一样的 他自己直接承认 很坦诚 太坦诚了 对很坦诚 所以我说这个 这个国内这个采购真的是被骗死了 没有那我们去吃BBQ吧 骗死我了 骗500回了 上天再给我500回 我估计也活不过第一集 我们去吃那个BBQ吧 吃烤肉啊 烤肉呢 那应该心急了 为什么 这种事情见得多 你就见怪不怪了 这个又是 出门在外做生意吗 有这样那样的这个不可一测 对不对 做人最重要开心 做人最重要这个开心的被人骗 哈哈 哈哈哈哈 今天的这个美股啊 突然间跌了百分之七 好像一辈子都没有见过一次 你想我在国内 吃着饭喝着酒啊 躺在床上玩手机 觉得这个世界跟以我无关 但是我出来以后 才发现这个世界离我很近的 那是因为你 离这个交易的风心很近 国内这个轮喷布的价格 涨了十几倍什么 对二十倍 一定要一千二百万元 原来的熔喷布大概是两万块钱人民币以内 现在最高价应该是四十万吧 价格现在主导圈不在你们的手上 这就是一个国内的口罩 这就是一个国内的口罩 农喷布呢是制作有过滤功能口罩的核心原料 一个普通的医用口罩需要一层 那么N95至少需要三层 那么如今 井喷的需求就引发了这种原料至少二十倍的暴展 那么这一张张白色的农喷布就好像是一张张的钞票 如果到时候剩下的四千多万美金如果通过你们的公司来帮我支付的话可以吗 林栋是我在土耳其认识的中国商人 因为有八年的医疗产业经验和海外渠道 疫情期间 他带着一批国内机构的订单 在土耳其采买口罩和原料 经过了近一个月的末法滚大 在当地线人的帮助下 林栋联系到了据称是在土耳其排名前三的龙泵博生产生 为了尽快的确认货源 他决定包吹飞机前往 这边的最大的农货厂子 那边是发了不少许多了 所以那边的态度很硬 见的人太多了 上午要见的是他们唯一的实控人 对所以给我们的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可以去干场 但是我们不需要跟那边的4K的CEO聊太多 关于我们合作的事情 但具体的怎么合作怎么交付 这个你就下午见到老板就聊就好了 所以就是不用讲太多 讲太多了 不想说 哈维 每天他先是这样的 他有两台设备是现在做融通布的 然后另外一条条件还是做SMS 但是你也可以把那条条件并过来 去做融通布 这个是融通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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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你们在找的 对对对 这个是我们要找的 这些是已经有客户下了单 然后等着运到那个客户的仓库里的一批融通布 我们现在一批的仓库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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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这里是吗? 对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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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作为一个比较大的买家 那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机会 所以能够建立一个比较持续 稳定 比较大的一个合作呢 我们也可以提供一些工具做交换 对 就是口罩或者是防护服 我作为交换 we can provide the products as an exchange 这种交换是 we don't want that kind of relation we don't want that kind of relation 他问我是不是想要你换我的 we want to send our products directly and this is partially 他说这个合作就很简单的 你们想买 那你就直接告诉我 你们需要的一个采购数量 然后我根据你们的采购数量 然后来做我自己的排期 看我要不要增加才能 一千五百吨 we want one thousand five hundred tons 一千五百吨 我想先听一下他能够报一个讲 ok so if we work like this how would we 35 dollar kilos 35 dollar 三万五美金 三万五美金 好 那不便宜 回到中国 你看我们 就是我们这两天回了一趟中国 对对对对 加了关税加了那个就已经十万块钱了 对 所以交付给中国的成分是 38万 38万 对 我们可以把这个成分告诉他 我们就原话转述我的这个意图 就是第一 我给他的这个价格目前来看 肯定是低过一 他现在现货出手给其他卖家了 但是这个价格 呃从长期的意义和战略意义来看的话 他可以维持 未来这个价格在整个全年 甚至未来两年三年的这个 融合部的这个价格的一个 一个持续稳定度 那第三个呢是说 我们可以帮助他 就是拿着这个 就是用他的品牌 给我一个机箱全 在中国区域去 可以获取更大的一个债益率 这个两万美金 是稳定的 是稳定两三年 你都愿意以这个价格来说 就起码经验嘛 OK 我们不想进入中国市场 我们不想介绍我们的品牌 没问题 我对品牌没有执念 我也不在乎什么 能不能打入中国市场 他就在关心的时候 货慢慢的好 没问题 两年 我跟他签两年 就这个价格 然后我们商量一个 好的付款方式 让他相信我 这是一个长期的合约 OK OK 所以我们可以购买 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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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 对不起 不是网络的网络 但网络的网络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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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网络 购买 他想让他付12亿 所以他说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条款 相当于每个月300万美金 那么你两年的话总共是7200万美金 所以他要求你把1200万美金 多接在他的账户 然后每个月付他300万美金 到最后的4月 那么就不用付钱了 保证金有点高 嗯 对 其他都还好 对 就反馈吧 就是如果他需要我付这么高的保证金的话 那就 要么就是他只能恶选 要么就降价 要么就是 我付相对保守的一个保证金 对 然后维持这个价格 像我说你现在这个行情你要找到2万美金每吨 这个很难了 对吧 然后他说 因为他说我也很了解中 我想其实你们这个协议谈给你们的话 其实你们有很好的条款 你们可以赚到不少的这个利润吗 他还是想坚持这个1200万美金的保证金 对我来讲是冒出很大的这个风险的 对 因为从他的角度来讲 他现在肯定是优势的嘛 因为他现在他的货肯定是不缺的 对 但我还是希望我争取一个条款 就是保证金更低 既然我们有这个诚意一起来做这个生意 你必须要考虑我作为合作伙伴之一的一个感受 给我的空间 给我赚钱的机会 给我零和程度 否则的话我就没有 我没有动力 或者说我没有一个有效的决策 能够让我做出这样的一个决策 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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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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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一定会有一个死的感受 所以他一定会有一个死的感受 12万美金的 这就是他们的死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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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 我们想得到这些感受 更好 只要 Wha 我们愿意 咱们可以成功 你害怕失控 我不害怕 我在接受失控 我觉得这个生意先对我来讲 只是个开始 你担不担心说 别人会教你再发活动财 不担心 总要有人去赚这笔钱 你现在到底赚了多少钱 你也赚了吗 对不对 我会赚 我也必须要赚 这对我来讲就是一门生意 尽快帮我出来 300万个就好了 你为什么不允许我赚呢 OK 我已经买下来了 1500万美金 为什么赚钱 就是一件可耻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你会觉得 这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 为什么你会觉得 这是一个人生的事情 为什么你会觉得 这只能做捐赠呢 为什么 这只能做捐赚 我需要一点酒 对我真的需要一点酒 焦虑 所以只能通过喝酒来缓解 很焦虑 焦虑什么 这个生意并不是让大家想象当中那么的轻松和舒服 要发了国难财 赚着高回报和高利润 绝对 那肯定要利润率要足够高 要不然你就不会去做这件事情 对 但这是这个生意所呈现出来的表面 可能一不小心你也会亏掉很多的钱 那你现在亏了钱没有 我现在是亏了钱 亏了多少钱 一千多万吧 人民币还是美金 人民币吧 OK 但我认为我能赚得回来 你能赚得回来 对 今年二月份的时候 林栋带着一批国内的订单来到了土耳其 采买口罩和原材料融喷布 原本呢 他是打算在这里大撞一笔 但是呢 却因为疫情瞬息万变 陷入了一场和全世界的环游角力的巨大赌局之中 三周以前 中国非常非常的进去 它只要是口罩 我们就愿意支付高价的 这个价格来去买到这个东西 然后把这些东西给它运回去 但运的过程里面 比方说我们中间有一批货 大概是几百万个吧 然后运到了这个 从这个伊朗去中转 但在伊朗突然间疫情就爆发了 然后我们的这批货就在伊朗 那个德黑兰就被莫名其妙扣了一周时间 等这个货再回到中国的时候 中国的这个口罩已经缓解了 所以那个时候价格已经下降了 所以换句话来讲 我已经出现亏钱 没有问题 那德国的鸭 它卖给我就完事了 我在德国就把它卖掉就好了 林农说 它在国内的市场上 并没有赚到太多钱 但是欧洲 日本和美国 这些国家呢 在三月初 疫情逐渐的升级 那么就成了一个新的市场 我就拍你拍了好多天了 然后挣了多少钱 现在还没仔细算过 你一直跟我讲说你做口罩不挣钱 赚钱 算暴力吗 不算 威力 那一个不赚钱的生意你为什么还这么积极的投入呢 可以出口啊 其他国家在赚 比方说有一些货 现在已经停止往中国运了 往其他国家在出售 比方说我最近在卖给美国 那整体上你是赚钱还是亏钱呢 赚钱 三月中旬 全世界的疫情爆发 土耳其和欧洲许多国家 开始限制口罩等医疗物资的出口 林栋说 他的订单基本都来自机构 申请特许经营的资质相对会容易一些 这也让他比起其他的买家 更容易有合规的方式将货物出口 大部分不能炒的 不能咬乱市场 不能倒卖倒卖 对吧 所以门槛提高了嘛 可以增加更多的机会 好事啊 我找了八千吨原材料 在波兰 波兰也不允许出口 对 所以这是很好的事情 要不你看 因为本来他之前不想卖给我 现在他着急要卖给我 因为他出不了口了 嗯 对 所以这个好事 全球化的这个 这个供应链全部被割裂了 被打断了 所有的边境在关闭 所有的国家的运力航线在在中断 那就意味着这里面就会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机会的出现 那过去 什么机会 啊 更大的什么机会 别人做不了 别人就 就本来之前被大家没有门槛可以去炒作这件事情 现在就 就炒不了了 对啊 那就意味着很多的这个物资就会被慢慢聚拢在一起 就只有只有有合规的人有牌照的人才可以做这个事情 对啊 对啊 你有吗 我已经在这条路上了 对我已经在这条路上了 就在合规在特许经营这样的一条路上嘛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嗯 对 4000多万美金 如果通过你们的公司来帮我支付的话可以吗 我在沙特有几千万个口罩 就在我的仓库里 就在我自己本人租的仓库里 我已经买下来了1500万美金 那你怎么用呢 想办法找手段吧 帮我想办法决结 就是从那个沙特警戒帮我出来300万多的话 情报和手段是决定了这一切 波兰的说一天可以100辆 有效的情报 有效的手段 你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表现 就是一般情况底下 大家在说到说我在做一个口罩的这个生意的时候 一般都会讲说我是在为国在做贡献 为人民在富裕 我在解决大家最紧缺的这个事情 然后让我非常意外的就是 你会这么frankly speaking 就说说我是要赚钱 嗯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说实际上是会 有可能会给你带来很多的口水跟这个批评 就觉得你这个人没有人性 为什么 为什么你会觉得我没有人性 为什么你需要思想化就觉得这是一件没有人性的事情 就这个逻辑到底是什么 就为什么你会觉得我赚钱就是一件非常不可耻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为什么你会觉得这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 为什么你会觉得这是一个人性的事情 为什么你会觉得他这只能做捐赠呢 为什么 就什么样的逻辑告诉你他只能做捐赠 为什么 你告诉我为什么我凭什么只能做好人不能做坏人 我们来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算不算发国难财 嗯 对 算不算 算不算 对就是我们来讨论这个事情 你不一定发中国的国难财 就让你把你的财富建立在大部分人的这个受难受苦上面 我认为我在帮助他们 这个并不是国难财 嗯 因为他们提出了采购的需求 嗯 那在全球所有的运力都受阻的一个情况下 我有这个能力可以帮他们把这些东西买到 嗯 他们付钱给我 嗯 这是我的酬劳 这是我冒着巨大的风险 去赚取了一份我的酬劳 那这是国难财吗 国难财我我自己个人 那什么是国难财 我自己个人价值观里所理解的国难财是说 如果说这个国家发生了动乱 银行的那个门被打开了 或者说可能没有被打开 我们带着一帮人把那个门踹开 把那帮把那个钱给他拎走了 对吧 或者在一个生活打劫 对啊 就是没有 就是在一个无秩序的一个状态里面去趁火打劫 我所理解的国难财是如果说是卖军火这些国难财 然后卖口罩就不是国难财 卖军火是国难财卖口罩不是国难财这是一个陷阱吗 这是一个逻辑沟通陷阱吗 那我问你几个比较直接的问题 对 你有没有低买高卖 低买高卖 低买高卖 肯定啊 这是一个生意的一个很正常的逻辑啊 贸易不就是来源于低买高卖吗 利差吗 那你有没有囤积居庆呢 没有 因为首先我的很多的订单都是受委托订单 我并没有因为说 那我我我通过资金能力来去囤积了大量的这个物资 因为这样做也很冒险 嗯 我也不愿意这样做 对 那你有没有捞乱市场秩序了 没有 没有 这么大的交易量 这么大的订单量 嗯哼 在全球范围之内 你认为你没有捞乱市场秩序 首先我没有卖过一只口罩给任何一个普通人 但是你影响了这个市场上的价格 也有其他人做 增加了波动 价格并不是由我来确定的 你认为你没有能力去制造这样的一个波动是吗 我怎么能制造呢 工厂它出厂的价格是两块钱 中间商加了价格是两块五卖给我 物流的成本 关税的成本 这些都是公开的 然后最终回国 那我就赚个三毛钱五毛钱 对吧 这也是我合理应该挣的 如果 我们称呼你是贩子的话 口罩都贩子 不要贴这种标题吧 那如果你自己来形容你自己 你会怎么形容 我只是一个生意人 It's good 议助我们的那个项目可以成功 这个片子播出来肯定会有很多人骂你 骂我 我也没有微博啊 在上哪儿骂呢 去你的那个微博留言下面骂吗 对啊 我觉得你有可能会被骂成塞子 那 骂我我可以接受 但不要骂遥 不要骂遥我的身边 可以吗 我跟你保证会 会记录的比较的客观 你还有什么这个疑言要说的吗 嗯 疑言 对 我觉得在一场 在一场危机当中 我只是在整个洪水的这种 这种涌流当中 的一个小小的 一个小小的小小的小小的一个环节 对 在流淌 我只是做我应该我本分应该要去做的事情 对那这个 有什么不对吗 嗯 对吧 有什么不对 真的我现在真的呼吸困了 如果有一天我因为新冠病毒而死去 希望你给我的目前 送一瓶酒好吗 如果有一天比方说我自己都感染了 我就会觉得这个事情就也很讽刺 我像整个世界卖了1亿个口罩 像是5亿个口罩 但最后我连我自己都感染了 但你如果等到你自己都感染了的话 那你就已经发大财了 那我要怎么化呢 对吧 那你如何能留得住这笔财富呢 你在伊斯坦布尔大凯还要待多久 嗯 不知道 我觉得伊斯坦布可能回不去吧 伊斯坦布回不去 对 回不去 嗯 等于国内 包括国外 可能他的这个事情的演变 就超过我们的意气嘛 嗯 因为一开始我想着我 我们就搞一单挣一点钱回去 一开始跟我说一个礼拜 对啊 那魏肯尼呢 那你来本来只做了一个星期的打算 嗯 是啊 我衣服也是戴了一个星期的量 就口罩这个局是开了一个 开了一个人生的一个局 最后我把它跳进去以后 我现在是跳不出来了 跳不出来了 对 你让我再选一次 我就不干了 再让你选一次你不干了 我不干了 我要是知道 这么费劲我 我就绝不干 你不孤独吗 为什么要孤独 那你孤独吗 你觉得你孤独吗 不孤独啊 林栋和他的团队 来托尔奇买口罩 已经一个多月了 他原来的小算盘 是完成了一批订单 赚上一笔钱就回国 但是呢 却因为海外医疗资源市场的混乱 各种的突发状况不断 那么这个回国的计划 就不得不一再被推起了 卫哥你在看啥 我在放空啊 为什么要放空 因为最近还是蛮担心的 当心什么 直到现在都比较野路子 因为现在市场很混乱 对然后 市场混乱怎么说 你想啊 就是我们为了去抢货 我们有的时候会直接拿着现金 过去交易 给他钱 然后给我货 对吧 但是因为我之前就是做过银行的 风控合规这一块 对吧 这个不是长久之价 你肯定是需要用一个更有秩序的方法 去做这样的事情 你说的是 市场秩序吗 市场秩序 那你觉得到底是没有市场秩序好呢 还是有市场秩序意味着说你会有更多的监管 对严格的监管 但这样也是一种保护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这样子一种暴露在这种很荒蛮的这样的一个规则面前 这样是不对的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恢复到一种正常的秩序 你觉得这样会有问题吗 对一定会有问题的 这样 我一直觉得说这个看下来的话 土耳其的现在口罩市场的秩序好像不太好 那如果你接下去还要接着做这个生意的话 那你是怎么想 我觉得不仅仅是土耳其市场混乱 整个全球的这个医疗物资都很混乱 然后我们如果继续做下去的话 肯定是要遵从这个建立于市场秩序的一个参与结设吧 如果说我离开了这样的一个参与结设的话 肯定就会被面临淘汰 你的意思是说你不去建立市场秩序你会被淘汰 会我会被淘汰 因为首先越往前走对很多合规性的要求越高 那再往前走对专业度也越高 所以你是想成为市场秩序的建立者吗 对我希望参与者吧参与者 如果说这个时候把价格做得很高 那但是它可能只是一个短暂的 就像建楼一样这是一个地基 你要允许我去建立这个地基 如果你没有要我去建立 在和厂商的谈判中 林洞改变了刚来时候的购买方式 他希望说服对方能够建立更长久的合作关系 试图去重建市场秩序 那么他自己也有了新的打算 我昨天我也投资了一家那个扣扎工厂 我作为这个总之轮天使轮的一个投资人 哪里的中国的还是国外的 土耳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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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给了他一笔那个天使的投资 那我想说就是说 我们并不是说只是短暂的看到了这个利益 所以只是想短暂的获取了这个利益 对我们从这个事情的这个事态的演变 和这个最终的这个走向来看的话 我们觉得他本身也是一门好的生意 对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选项 那你希望这个生意能够一直做下去吗 对 那就这个生意要一直做下去 意味着疫情是不会停止的 对 但是这个并不是由我来决定 总会有人 总会有时候 总会需要的嘛 因为我都投资那个口罩厂了 所以这个事情对我来讲 我我只是 我只是在一个 大家都希望挣快钱的一个环境里面 我也希望做一点 能够挣慢钱的一个一个事情 因为只是不小心说 我意识到 那他为什么不能成为一门好的生意 为什么不能成为一个好的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事业呢 所以一个收尾的问题就是 经历了这几个星期之后的话有什么感想吗 我我来做这个事情 或者说换另外一个中国人来做这件事情 不也挺好的吗 对 因为其他国家的人也在做 伊朗人在做 哈萨克斯兰人在做 所以你认为说中国人在这个时候 在国际上去做口罩生意 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啊 这有什么问题 你不当清楚为别人讲说 你这个破坏了中国人的形象 所以我们需要 我们需要在这个国际贸易的这个过程里面 建立一个很合规的一个 合规的一个交易手段嘛 如果是一个合规的交易手段 长久的一个贸易关系 长久的一个合作伙伴关系的话 这个并没有带来任何的破坏 这个反而提升了我们中国人在整个国际层面 在这一场疫情的这个危险的时候 我们站出来了 所以你认为说你是这个交易秩序的建设者 对啊 我觉得我是一个建设者 我不是一个破坏者 我也不愿意去做一个破坏者 你说做口罩也不赚钱 卖给中国也不赚钱 赚一点 冒着巨大的风险赚了一点 这个如果赚的钱不多 然后你就包酒店 包飞机 过这么深迷无度的生活 我 你当时为什么会答应让我来拍你呢 就稀里糊涂就答应了 我我是个摄影师嘛 我也很有情怀 这个片子的名字我想了一个 叫什么 口罩猎人 会给我配首歌吗 比如 追梦赤子新 2020年3月初 我在伊斯坦坡的香格里拉酒店认识了林东 我们的相识非常偶然 他的助理魏克是我的粉丝 有一天我们在酒店碰到 魏克就跟我介绍了他 其实我跟他就是这次才刚认识 刚认识 真的 2月11号的那天 然后有一个朋友在杭州 就问我说 我们有一个团队在土耳其做口罩采购 2月13号凌晨就到了土耳其 13号到了这边刚认识他 他跟我讲的第一句话是 我给你5分钟你马上下楼 那会儿我还在睡觉 他是一个 和我之前见到的人的思路 很不一样的一个人 某种程度上来讲 他是一个成本非常不敏感的人 成本不敏感 对 所以他会亏一千万 是的 但其实你可以把这个行为理解成 是在做成本 我对林东采买口罩的事情很感兴趣 想跟着拍摄 和很多人不一样 他非常痛快地去接受 甚至连自己的生意也毫不避讳地向我敞开 用难以自信地坦然 面对我所有的问题和质疑 如果我们称呼你是贩子的话 一开始其实就是一个贩子 你认为中国人在这个时候 在国际上去做口罩生意 是没有问题的 没问题啊 这有什么问题 林东今天只有30岁 在这样一次人类遭遇的历史性的事件中 投身进了一个突然出现的 风险和机会并存的市场 做着一比比百万千万上亿的生意 他似乎既焦虑又兴奋 既痛恨又享受 我感觉这些不确定性 既让你很焦虑 但是其实也让你好像很爽的样子 嗯 对 我焦虑 但是 你需要刺激 对 我肯定希望自己 自己这个短暂的人生 能够过得相对有意义一点 你能替我省点水吗 不是那你可以请我喝酒吗 你这别请别喝威士给我 拿这么小瓶的 这晚上再确认一下地址吧 林栋的生意风格也很独特 和我以往认识的商人老板不同 他自称电池上亿来采买口罩和原料 一边说自己亏了千万 一边大手笔投入成本 鼓最好的安保 住豪华的酒店 包十轮飞机出行谈判 这让我的好奇心 从开始的生意 转到了这个年轻人身上 我看那边已经什么都说好了 明天就可以认识 对明天就可以认识 明天我自己的钱 你就用我就行了 我用过来就行了 你约来我就可以 对 他又拍了 这个 这个人有很好的背景 就是网上的网民都说 到时候你这个播出来肯定说 这人是不是有背景 真不是我 我小时候穷的时候 真的是家里猪药都吃不起 林栋是广东湛家人 开过摄影公司 后来转到医药行业 一直做了八年 也正是这个背景 让他这一世 能够迅速地转身到 口罩和制作员材料的 海外采购上 三月下旬 土耳其逆情也开始蔓延 酒店的客人都走关了 除了我 林栋团队成了酒店 屈子可数的客户 他本来也想搬走出去当独住 但是被酒店上下极力的网游 你先去看哪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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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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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 338 338 他刚才不是说有一个素质的吗 我刚刚提到他说好像是有的 再去看一下 然后另外两斤要加钱的也可以看一下 那可不是一般的贵呢 哈哈哈 我们在这里坐了一个月 感觉怎么样 感觉跟搬家一样 所以如果你搬走的话 酒店就没有客人了 对啊 他接着很慌啊 很慌说他找到了我 我搬走了整个酒店真的就不好 从昨天我跟他们说我们要搬出的时候 前台小哥就很紧张 然后今天他们两个主管都很紧张 一大早就在追我 我给你提供方案啊 然后给他表达了我们的希望 他去跟我们四人接 然后他跟我们下来 我觉得这个贵是贵的 我们的小卧也是贵的 他那个主卧 然后那个他有一个 他有那种小卧 小卧是两个小卧 然后他有一个小卧 你住这间还给你送一间套房 送一间601给 这个601 你睡觉了吗 对啊 这个是小卧 你 我用水 小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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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给灵洞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 包括免费生计套房 最后呢 灵洞经过权衡 决定继续留在酒店 如果赚的钱不多 然后你就包酒店 然后又包飞机 过这么奢靡的 无度的生活 我没有包酒店 我也没有包飞机 你不要小卧乱出来 这不要引导性夸大提好吗 对 我没有 我这些都没有 然后我只是 从消费角度来看的话 只是不同的消费观 对 因为 我也是一个穷人 你做过穷光蛋吗 我做一个穷光蛋 我也是一个挥霍的穷光蛋 你穷的时候怎么包香格里拉呢 我穷的时候我不包香格里拉 但是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消费观啊 我可能我兜里有100块钱 我就会花掉这100块钱 并不取决于我赚多少钱 也并不取决于我拥有多少钱 我对钱并没有那么执念那么多的规划 你是白手起家的吗 我还没 我还没起家呢 当然我是白手 这个是事实 怎么样才叫起家呢 不知道 可能拥有更多的财富吧 可能拥有 就花不掉的财富吧 花不掉的财富 所以就是手里捏的1000万现金 也不叫起家 1000万对大部分人来讲 其实目前 目前中国的这个环境 大部分人都拥有啊 其实很多人他把那个房子卖掉了 他手上别说1000万现金了 他有5000万现金了 但他也未必会这样消费 你不想你X吗 X 并不想 很想啊 但是这个 我们不是在讨论工作吗 我们在讨论工作 我们不是 不谈这个个人生活吗 好 不谈 我跟拍了林栋整整12天 每天跟着他奔波在伊斯坦布尔的各个角落 他是一个有着极强冒险精神的年轻人 有时候像赌徒 有时候又很精英脚详 他有了自己的算盘和算法 但显然也不是那种真正会孤注一字的人 我和他聊过很多 整体来讲 我觉得他心思很重 他带着一批批国内机构的用当 背负着和这个年纪不相成的责任和信任 我甚至能够感受得到 他隐藏起来的孤独感 他总是说 要拥抱失控 但骨子里应该还是害怕的 恰恰这一点 我觉得 他是一个复杂又真实的人 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个人的问题 但是Wik找你说 我想拍一个片子的时候 你当时为什么会同意 这个其实是有风险的 我没想 没想得太深 但是我根本就没想 对 我根本就没想 对 但是你逐步在拍的过程 会让我意识到 可能公开未必对我来讲是一件好事 所以可以不公开吗 我可以向你保证 他一定是真实的 然后一定是很客观的 客观和真实 未必对我来讲是好的 你也可以像写作文一下 写作文一样稍微修辞一下 未必说一说 你希望我怎么修辞 希望让大家可以去接受 接受一个新的 新的一个自序的状况下的一种 存在的一个个体的一种方式 就是我们未必要带有很多的这种 自我的眼光 去评判这样的人 或者评判他的行为 或者我们待在我们过去 很多年的这个依赖里面 我们的一些判断的依赖里面 经验的判断的依赖里面 觉得这个是坏的 这个是不好的 这个是有风险的 这个是怎么样子的 就是我们不断的都在做一些 这个筛检的这种选择 对那现在反正都这么乱了 OK没电了 真的没电了 马上就没电了 这个片子就是在这样的 慌乱中间结束的 好我来个特写 我特别喜欢拍人的眼睛 为什么 没有啊 我觉得眼睛很有意思 眼睛有什么意思 好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